如果说今年的英特尔桌面端处理器 在游戏性能方面被隔壁MD打得有点难以招架 那么下个月即将发布的第二代ARC桌面端显卡 能否成为英特尔翻盘的关键 就此李万也针对英特尔的第二代ARC桌面端显卡 进行了一波汇总 那么就请跟着李万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以往的路线图第二代ARC桌面端显卡 核心架构就是前不久发布的 Luna Lake核显上采用的X1二代 而它相较于此前的X1一代 还是有所不同的 英特尔官方的介绍是本代将带来更高的利用率 更合理的任务分配 及更少的驱动开销 而在规格参数方面 第二代的ARC显卡预计将会推出两款型号 基于X1二代打造核心代号为BattleMatch 将采用台积电的5纳米或者4纳米自成工艺 其中旗舰型号将拥有342个X1二代核心 共计4096个处理器单元 并配备有16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256bit 显存速度为16Gbps 带宽为608GB每秒 而次旗舰型号将拥有16个X1二核心 共计2048个处理器单元 并配备有12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192bit 显存的速度为16Gbps 带宽为456GB每秒 两款型号的核心频率 以及TTP功耗都是暂时未知的 不过Geekbench的数据库中有这么一份跑分报告 就是使用的第二代ARC显卡进行了理论跑分 从显存的大小来看应该是次旗舰的型号 其频率来到了夸张的2850MHz 比目前在售的顶级显卡RTX4090的加速频率还要更高 如果与第一代的ARC显卡A770进行比较的话 其频率提升了35% 带宽提升了8% 其他的参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此前我也详细的测试过了A770以及A750的游戏性能表现 感兴趣的可以前往看看 A770在大显存的加持下 更甚至有些开车价1500左右就能到手了 在蛮多的单机游戏4K分辨率下 也能有个不错的游戏性能 就是嘛驱动方面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 而且第一代的ARC显卡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在桌面待机状态下 功耗着实是有点高了 就是不知道第二代的ARC显卡能否改善这一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进行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吧